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后面的一座山叫做Ono-loque 这座山是一座死火山 但对于附近的原始部落来说 就是一座神山 他们叫Samburu 是神山附近其中一个游牧民族 每个的衣服都是色彩鲜艳 他们相信每棵树、每座山都有意识 唱歌跳舞就是祈求他们风调雨唇 向大智元祈福的传统仪式 不过Samburu的女人 跟其他部族不同 全部都是剃头的 Skinhead 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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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们三个月大 之后就要剪到这么短头发 所以他们都会 哇,原来都是剪短头发的 原来Samburu传统认为 女人一出生就不干净了 所以每个女孩都要剃头 那是不是就是歧视女性 原始世界弱欲强识 力量就代表权力 亦改写了男女的地位 源于对大自然的恐惧 恐慕有力的男性 通常会被歌颂 甚至被神化 相反 女性只可以依赖男性生存 在Samburu传统 女人是不可以跟陌生男人聊天的 就算跟自己的丈夫对话 都不可以高过对方 一旦违反这个规矩 女人甚至会被族人鞭打 除了煮饭洗衣 生儿育女 Samburu女人日常还负责 起屋,上山斩柴 和渣奶等粗重工作 渣奶其实是用自己的脚 夹着羊的脚来渣的 夹着羊的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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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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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不住 哇 要很大力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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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乾 至于Samburu的男人 地位很高 跟其他游牧民族一样 对于Samburu的族来说 牛和羊都很重要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所有的财产 所以货目的重任都是交给男性 因为他们认为 男性是比较干净和神圣 Samburu认为 男性不是一出生就干净 要经过特别的仪式 割礼 才可以成为神圣的男人 传统的男性割礼 基本上是将包皮割走 有些部落甚至会将尿道割阔 非洲和澳洲现存的原始部落 仍然将割礼当作成年仪式 原始部落相信 割礼比出生、结婚更加重要 因为割礼可以令男人更坚强 是对男性的最大考验 是 是 Samburu的男性 去到大约8至14岁 便会一起举行割礼 是 是 割礼之前几个月 这些男性要离开家 学习如何野外求生 来到这边 我们看到几个小朋友 穿着黑色衣服 为何他们穿着黑色衣服 是因为他们准备进行割礼 在割礼之前 他们就要外面去到荒山野嶺 生活几个月 几个月之后 这帮男性就可以回到村 全村最得高望重的女人 会在村口洒水欢迎她们 在这个时候 妈妈就会在屋里面 拿小朋友平时 分开的牛皮出来屋外面 进行割礼 每一个Samburu男性 就是在家门外 这张原始的手术床上 由同村的长老用刀进行割礼 割礼手术很原始 没有消毒 没有麻醉 只有妈妈 事先准备原始树叶 必要时用来止血 在Samburu传统 瘦割的男生是不可以哭 流一滴眼泪 他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会比族人鄙视 小朋友完成了割礼之后 便会在屋里休息几个月 直至康复为止 期间妈妈负责照顾他们 但康复后 他们就再不能在这家屋里住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 原始暴落 不止文明社会 可以常常洗澡 割礼是为了保持 男性生殖器官的卫生 确保原始暴落 有繁衍下一代的能力 在Samburu 不止有男性割礼 女性亦都有 女生到十六、七岁 亦要举行割礼 之后才可以结婚 如果女生未进行割礼 就有BB 就会被人趕出村 要在荒山野岭自生自灭 不止男性割礼 那么盛大 女性的割礼 只会低调进行 女性割礼 包括了切除音梯 切除 甚至缝合大小音信 听起来 真的令人觉得心寒 很重要 有人类学家指出 这个习俗 是原始世界 踐踏女性地位的最残忍例子 因为女性割礼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要破坏女性性器官的神经细胞 令女性没有性欲和性兴奋 原始部落相信 这样可以令女人更忠贞 女性割礼 一直受现代文明严厉的披衣 虽然如此 估计今时今日 每年仍然有两万个非洲女性 要受割礼之苦 女性割礼这个习俗 不单止残忍 其实还非常危险 对于我来说 女孩子的割礼 就是有些 我觉得是不公平对待 虽然我的男女都要这样做 如果女孩子的割礼 是因为男孩子 想把女人留在家 就是大男人主要 由敬天威地开始 人类的习俗变得越来越迷信 有些甚至成为欺压他人的手段 远古人类的生活 受大自然影响 和自然界互动 由不认识 由敬畏大自然开始 到后来 膜拜大自然 都是源于人类 对活着的原始诉求 随着人类的发展 不同的宗教就陆陆续续地出现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理念 竟然是变成互相撕杀 甚至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本来可以令人类好好活着的信仰 竟然变成阻止其他人活着的原因 都挺悲哀 自然世界太弱流强 原始步骤 如何自我防卫呢 最原始的战事训练 男生最小要离开家园 每天在荒野露宿 下一集 只有强者 才可以活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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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